传说里勇猛善战的欧亚大陆战神亚历山大 也会有亚历山大的时候吗 一生从没输过 凭借着过人智慧征服无数帝国 女人的他竟然传出是双信恋 据说亚历山大一生中唯一的弱点 就是和他传出绯闻的好基友赫菲斯提翁 而且就连他的人生导师亚历斯多德 都非常看好这对CP 不止如此啊 这位统治欧亚大陆的战神 居然在年纪轻轻的32岁就过世了 死因还众说纷约 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了解 战神亚历山大的冒险故事 还有他在江山 每人兄弟之间难分难舍的逆行 不是每个英雄都穿着披风 但每个英雄一定有传奇般的出生故事 Alisander the Great当然也不能例外 既然前356年 亚历山大作为马其顿王国 Macedon的王子出生了 据传在他出生前 他的父亲Philip II of Macedon 还有母亲Olympias的婚礼前夕 Olympias梦到有一道闪电 披向自己的肚皮 而爸爸则是在婚礼后 梦见自己用一个狮子形状的印章 封印了老婆的肚子 正是这有如神话般的胎梦 让很多人因此相信 亚历山大之后 一定会成为一个不得了的大人物 后来他也的确成了百战百胜 齐开得胜 号称永远不败大将军 征服了欧亚大陆 建立了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大帝国 他在20岁的时候就继承了王位 那时候的马其顿王国只是一个小国 根本不被其他列强看在眼底 但小庙可是容不了大佛的 于是亚历山大下定决心扩建这座王国 决定要征服当时最强的Persian Empire 不过当时根本没有人看好他这个边缘人 不是想说 哇哪来的小地方的小国王 想来攻打堂堂波斯帝国王 笑死 那时也根本没有人能够想到 亚历山大竟然可以说到做到 戏源前334年亚历山大率领他的军队 跨过了Dardanelles Strait 正式打响了对波斯的战争 凭着惊人的战争天分和勇猛的精神 他在格拉尼亚战役 Battle of the Granicus 中 以压倒性的优势击溃了波斯军队 而他的胜利之路就像游戏里的终极BOSS 无人能敌一场场胜利皆总而至 不知失败为何物 但如果只是单纯的胜利 那就有点无聊了 亚历山大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留名 是因为他拥有洞察战场 和敌人斗智斗勇的超强领军能力 就拿他跟波斯军队二次碰头的 高加米拉战役Battle of Gregamela 来说好了 当时的他面对的是数十万大军 回头一看 马其顿的军队根本在半家加久 但他却仔细分析了地形气候 当双方即将正面交锋的时候 亚历山大率军慢慢朝战场的右方移动 绕到波斯兵的左边 又使对方做出相对应的策略 制造出军队的缺口 让波斯军队无法预判亚历山大的预判 直接调到他的算计中 被决定性的一击打垮在地 最后他夺下了波斯的首都 取得光明的胜利 直接带领躺分的猪队友起飞 听说他的将领还曾经建议他夜袭波斯 但他狠狠的拒绝了 义正言辞的说 这样就算赢了也是不光彩的 我只想要堂堂正正的对决 而收下波斯后 亚历山大陆续征服了不同的土地 但他并没有强迫被征服的民族 要放弃自己的文化 反而积极的推动希腊文化 与东方文化的交流 他鼓励他的将军和士兵 与当地的女性通婚 就连自己也以身作则 娶了波斯的公主 这样的文化大融合 为后来的希腊黄金时代 Golden Age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而且这种做法 其实也是为了软性的让当地人接受他的统治 他也选任了在地人来担任总督 建立与民众的信任 而之后那些以他为名的城市 像是埃及的亚历山卓 Alexandria 也都成为了商业重镇 他不仅是个出色的政治军事家 而作为一个统治者 也有着无与伦比的智慧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名字会伴随着 The Great一起留在历史上 雷历山大之所以能成为战神 其实要归功于他爱出风头和固执的个性 在他12岁的时候 一名商人带上了一匹骏马 来到他爸爸菲利厄士面前 但这匹马却超级叛逆 每个士奇的人都被狠狠甩在地上 就连菲利厄士都放弃娇花这只马 打算回家洗洗水 这时少年亚历山大一眼就看出 这是他的真命天马 突然举起手说 选我选我想要自告奋勇士奇 没想到马儿竟然真的温馴的 像个小宝宝一样 乖乖的让亚历山大骑在他的背上 原来观察力敏锐的亚历山大发现 马儿之所以会如此躁动 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感到害怕 因此亚历山大让他转向 看不到影子的地方 温柔的安抚他 眼前这一幕让菲利厄士大吃一惊 含着泪水对儿子说 儿子啊去找一个更大的王国吧 马其顿对人来说太小了 而这匹马后来也成为了传说中 跟着亚历山大出生入死的战马 Busiphalus 这个名字是由亚历山大亲自赋予的 是公牛的意思 所以他把他的马取名叫做公牛 Anyways 因为布希法拉斯的名字太复杂了 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小名叫做阿布 所以亚历山大跟阿布一起从少年与小马 长成了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超强战队 阿布在前面提到的格拉尼卡战役 和高加米拉战役中 都让亚历山大像吃了无敌猩猩一样 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马到成功 而阿布呢 对亚历山大完全就是真爱 自从被那名英俊潇洒的12岁少年收服后 这辈子就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跨上他的马背 一生直在迷人 两人如此深厚的人马精一 也让其他士兵受到很大的鼓舞 但马有情力有意吗 当然有 他们的感情可是双向奔赴的 亚历山大对阿布的疼爱呢 可能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不只呢 在日常中对他极尽呵护 甚至有一次 亚历山大到处都找不到阿布的时候呢 伤心的亚历山大 五分没退亲手就操廊 他还在阿布的遗失地发出死亡威胁 警告当地人 如果不马上帮他把阿布找出来的话 他就要杀掉所有人 那生怕小命不跑 当地人还真的非常有效率的 马上把阿布找出来 并送回亚历山大的身边 之后呢 在阿布以马林三十岁高寿病死的时候呢 亚历山大还在他死去的地点 建造了一个阿布同名的布希发拉斯城市 用来纪念他生命中重要的伙伴 从亚历山大尝试夸上野马的故事中 就可以看出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勇士的精神 当时呢 有个传说中的神节 哥尔迪尔斯之节 Gordianate 据说这是很早以前 弗里吉亚 弗里吉亚的国王 哥尔迪尔斯 Gordius 为了报答 Zouz 宙斯 在他的马车上呢 绑了一个神节 后世 没有人能够成功解开 因此呢 开始有人传言 能够顺利解开这个节的人 就可以成为人中之王 那听说了这件事的亚历山大心里想 人中之王 舍我其谁 于是呢 他在众目睽睽之下 走到了哥尔迪尔斯 这个节前面 他知道啊 这是改变命运的时刻 但如果想要顺利解开这个节的话呢 按照传统的思考 是绝对行不通的 他是干大事的人 如果是勇者的话 一定会这么做的 于是 他做出了震惊众人的举动 拔出剑 果断的劈开了哥尔迪尔斯之节 谁说解灵还需细灵人 节要解开 也不一定要按部就班啊 没有人规定不能用工具啊 亚历山大用自己的方式 解开这个世界之节 也代表他是勇于挑战传统 开创新时代的领导者 听到这里 是不是也被亚历山大跟阿布间的 深厚感情深深的触动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呢 但如果亚历山大可以早点遇见 Amazing Talker的话 就能学习宠物沟通课程 每天跟阿布聊天聊到半夜啦 真的假的啦 Amazing Talker 有一万名全球家 叫百万名学生 而且是台港最大 天呐 这边还能先跟老师约一档 迪然哥在决定要不要购买课程 连上课的时间地点内 都没自己决定 你都不知道 他居然还有AI配对 帮你找到最适合的老师 Oh my god 什么学科都找得到 像是数学 国文 化学 这些都有专业老师提供 看中文的课程 Unbelievable Amazing Talker 太猛了吧 你知道还有什么最最最强的吗 点击留言 居然还有三百块的折价券 真的假的啦 那么征服了欧亚大陆的亚历山大 又有谁能征服他的心呢 即使是忙着打仗的工作狂 也是要谈恋爱的吧 这位战神一生有过三任妻子 第一任是Bactria的公主Roshanak 亚历山大在拿下这块土地的时候 也顺带拿下了美人 但这段婚姻背后 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图 目的是要用来巩固他对巴克特里亚的统治 由此可见 他根本就没有想要认真谈这场恋爱啊 他甚至还在戏元前324年 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联姻仪式 与波斯的两个公主 Parasitas II 还有Statera 成婚 已经一步巩固他跨越欧亚大陆的帝国 不过他生命中的恋情 也不全然都是带有目的的啦 他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 真男人果然就该喜欢阳刚的东西 例如另一个男人 根据许多历史文件 还有后世的研究 都认为亚历山大的真爱 其实是他共患难的竹马 没错 许多研究指出 亚历山大和他最亲密的战友 Hepestion 可能有着有大以上恋人未满的关系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Hepestion会跟着亚历山大 一起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 两人在汗水碰撞中 慢慢成为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就连他们的老师Aristato 都把他们形容是 分在两个身体里的同一个灵魂 Hepestion身为亚历山大的灵魂伴侣 靠着自己的军事实力 一步一步爬上降临的位置 跟着亚历山大一起经历过 大大小小的战争 出生如死 提供亚历山大政治 以及精神上的支持 在亚历山大眼中 Hepestion就跟自己的生命 有着一样的地位 有一次波斯的太后 C.C. Garbus 曾经不小心把两人搞混 亚历山大却没有生气 反而充满溺爱的说 没错 Hepestion也是亚历山大 在许多文件中都清楚地记载了 他们两人密不可分的关系 亚历山大总是将Hepestion待在身边 称他为亚历山大之友 Philalesandros 虽然希腊和罗马作家 在提及Hepestion的时候 都只称他是亚历山大的密友 但这边要特别注意 在古希腊语中 朋友Philus 一词也可以代表 同性的爱人或是床伴 所以两人的关系 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了 所有人都知道 亚历山大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但每个CP粉最大的噩梦 终究是来临了 在这旅程中 Hepestion生了场大病 丢了小命 亚历山大悲痛欲绝 趴在Hepestion的尸体上痛哭 整天以泪洗面 不肯离开 甚至还得被强行架走 才肯离开 他伤心到 实不下眼 海里制线断掉 直接处死了Hepestion的御医 Blaucus 然而时间还是治愈了一切 他慢慢走出伤痛之后 在巴比伦打造了高级的火葬台 为Hepestion举办了隆重的丧礼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 如果说亚历山大真爱是Hepestion 那他的婚姻又是怎么回事呢 没必要坚持娶他不爱的人吧 那是因为这一切都是亚历山大的阴谋 还记得前面提到的联姻仪式吗 要成为Asia之王 可不是单靠暴力就能达成 深知热点的亚历山大 运用他高明的政治手腕 为自己的统治打下了非常稳固的基础 他选择的方式就是用政治联姻 来促进超越雪原的紧密连带 把辽阔土地上的文化都融合在一起 很早就立志要拿下波斯的他 仔细盘算了整个战略位置 还有宣誓意义之后 他决定选择Susa 这个波斯的古都来举办他的世纪困理 因为这里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遺产 如果在这里迎居波斯人的话 也代表了希腊跟波斯文化的结合 宣誓的意味非常的浓厚 但这个婚可不只是他自己要结而已 亚历山大要的是一场百人集体联姻的大场面 要娶一起娶 他安排了超过百名 希腊马其顿的将领成为新郎 强迫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娶一位波斯女孩为妻 他对促进文化融合的决心 甚至大于自己的私心 因为在这场婚礼上 他自己不只娶了波斯国王大流氏三世 Darius III的女儿 他还忍痛让智友和Festion娶了妻子的妹妹 据说这场集体婚姻庄严而盛大 亚历山大亲自为这些新人主持了婚礼 并且赐予每对新人丰厚的嫁妆 也代表他对每一对夫妻的重视 也在暗示他对两国之间保持友好的高度关切 很多希腊跟马其顿的将领 被亚历山大这样亲切的对待 都感到受宠若惊 也觉得自己真的被亚历山大视为重要的伙伴 因此提高了军队的忠诚度 哎 果然是勉强不来的 还是有许多新人对波斯的文化和习俗 感到陌生甚至排斥 误为自己的未来被政治左右 心里出现了一些不满 不过整体而言 这样的手段比起血腥的镇压 还是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 因此这种政治联姻 也让他的统治逐渐被人民接受 而且他对多元文化的高度包容 也成为后来统治者仿效的对象 那亚历山大能够成为战神 又从小展现出惊人的智慧跟勇气 并不代表他就是天生神童 除了天赋之外 他其实是靠着后天的努力 才变得更加的强大 说到亚历山大成功的关键 就不能不提到他的恩师 亚历斯多德啦 在他还小的时候 爸爸菲利二世 很快就注意到他超凡的智慧 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菲利二世马上起来当时的哲学巨播亚历斯多德 来担任亚历山大的导师 于是年轻的小王子开始接受全方位的学术培养 亚历斯多德不仅教导他哲学 还涵盖了文学伦理政治 等等多学科的知识 他让亚历山大读了河马 Homer写的伊利亚特 Eliad 与奥德赛Odyssey 了解特洛伊战争Trojan Wall的始末 以英雄的品格塑造亚历山大的理想 还传授自然科学的逻辑 帮助亚历山大养成理性思考的能力 因此在战场上 亚历山大不但可以使用武器征战 他睿智的头脑 也是他用来攻打敌人的攻击力气 然而随着亚历山大在军事和政治领域上 逐渐展现才能 让他跟亚历斯多德的理念开始产生了分歧了 因为亚历斯多德提倡希腊文化至上 认为希腊人是最优秀的民族 而其他民族尤其是波斯人 应该被放在次等的地位 然而亚历山大的思想更加开放 他主张帝国内部应该推动文化融合 并积极推行政治文化的政策 于是在政治联姻的苏洒集体婚礼后 让亚历斯多德气得直跳脚 高歌的希腊人怎么可以跟蛮族混合呢 到底是谁带坏了我的乖学生 让他走上了歪路 但亚历山大才不管了 认为老师根本就是一个老古板 于是他在征服波斯之后 甚至变本加厉的往波斯文化靠拢 甚至穿上波斯的服装 并开始实行波斯宫廷的礼仪 这个举动更是让亚历斯多德差点昏倒 堂堂一个希腊贵族 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 于是他写了一堆信批评亚历山大的行为 而亚历山大不以为意 只是回呛老师说 大笨蛋你什么都不懂 在亚历山大征服印度之后 师徒两人几乎是断联了 而亚历山大越来越偏离亚历斯多德的教导 并逐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统治 最终亚历山大依靠他自己的实践 远离了亚历斯多德的影响 并且创建了属于他的理想国度 虽然这段关系最后以分裂为结局 但亚历斯多德的教育 还是对亚历山大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让他不只是一个用蛮力对抗敌人的将领 而是可以用逻辑与智慧软硬兼施的收下一块又一块的土地 因此他能用战神这个名号 有一半应该要归给亚历斯多德才对 号称不败的亚历山大 这辈子唯一吃的败仗 就是他人生最后一场战役 与死神的搏斗 20岁登基为王的他 却在年仅32岁的时候登出了这个世界 留下许多未解的任务 戏院前323年亚历山大带领军队返回巴比伦 准备继续远征阿拉伯的时候 他在一场宴会结束后 竟然突然倒下 当时他其实在挚友和弗斯蒂恩死之后 身体就有出现一些状况 因此这次的病倒让大家更加的担心 或许是他惊人的意志力和强大的报复 他从发病到真正死亡 其实撑了12天 过程中他经历了持续的高烧 剧烈的腹痛甚至不断的惨叫 他虚弱到只能用点头 跟来看望他的部下们示意 据说最后战神还是在强烈的痛苦中死去的 他的死震惊了整个帝国 由于医疗技术还没办法正确判断他的死因 各种阴谋论也跟着到处流传 也因为他是在宴会之后生病的 导致很多人合理判断 认为他应该是喝下了不该喝的酒 被下毒杀死的 但反对者认为哪有这种毒药 需要12天才能杀死人效果也太差了吧 不过由现代的研究指出 或许真的是有一种叫做白礼卢的有毒植物 驱走了他的性命 因为他的毒性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确实符合亚历山大发病的过程 另外也有人说 他是喝了不干净的河水染上细菌而死 但无论是什么原因 如果他真的是被毒杀的 那是谁狠心下的毒手呢 有人说是他的将军 Antipater为了篡位而动手 也有人说是他的恩师亚历斯多德的提议 不过至今依然没有定论 当然也有一派的说法是 亚历山大是因为长年的征战 身体早已破破烂烂 是自然的死去 但人死了不能复活 亚历山大终究再也无法掌握帝国的发展 最令人惋惜的是呢 那时候他的儿子一个未成年 另一个智力有缺陷 根本没有实质的影响力 于是呢将领们决定共同统治 然而这只是短暂妥协 随后来的是长达数十年的内战 将领们呢开始厮杀吞噬帝国的版图 历史上称他们为Diadokhi 而接着之战Wars of the Diadokhi 揭示了帝国的分裂过程 亚历山大将领们呢 像是托勒密 赛琉谷安提科和利西马克斯等等这些人 各自占领帝国的不同区域 各自拥有了自己的王朝 让历史的发展更加的复杂 因为呢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冲突 更是复杂的政治角力 逐渐呢将亚历山大帝国 分裂为数个独立的王国 而这些新兴王国 标志着希腊化时代的开始 将希腊文化语言和影响力 传播到东方地区 亚历山大帝国虽然短暂 但他的遗产呢 深远影响的后代 而希腊化文明呢 也在这些继业者的统治下 得以延续下去 32年的人生中 享受了胜利的荣耀 爱情的甜蜜 亚历山大 为什么最后无法保住帝国呢 他为什么没有先找好继承人 以致在他死后 帝国成为了大家都想瓜分的大饼 很多人说啊 正是因为他没有见识过失败 所以对自己非常的有自信 才会认为自己永远可以掌握权力 指挥帝国前进 但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远的 就算你是一代战神 也无法确定 一切都能如自己所愿 而他的自信呢 让他赢得了许多胜利 但也因此让帝国葬送在他的自信手中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 欢迎在底下分享你的想法 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也不要忘记帮我们按个赞 或是分享给身边 喜欢历史的朋友 看更多惊奇的历史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